聊试试看热点大家好我是心仪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倒计时就剩下一天了 各位老铁准备好了吗 想当年啊我也是熬着夜喝着啤酒看着穷 啊那滋味爽歪歪啊 俗话说世界杯啊有三件宝 啤酒扎金和马小 已经通通为各位准备好了 那叱咤股是多年的我啊 只要提到世界杯和A股 就会想到一句歌词 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啊 回看以往六届的世界杯呢 再看看A股它用实力简直证明了 只要你敢买我就敢跌 任性 过去六届世界杯呢 深层指数呢是五次下跌 那上阵主是下跌了四次 94年的世界杯期间啊 上阵指数跌幅更是高达了 百分之三十点以为 15可谓是非常的任性 A股呢经历了15到20世界的世界杯当中 全球13个股指大概率是上升的 唯有A股特立独行啊 实际上呢这个实现上涨概率 是低于了百分之的50啊 世界杯大魔咒不仅仅只有A股中招 有分析师就梳理了全球十个主要股指发现 近六次的世界杯当中比赛期间超过半数会下跌 比赛前后一个月对比 同样是一半以上的股票 稳稳的保持在下跌水平 不然我们今天的图为什么是绿色呢 总之跌多长少 那看来这魔咒啊 真的是威力不小 世界杯大魔咒到底怎么形成的呢 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下 主要是因为世界杯啊 多载是6月份举行 而5-6月份呢 往往是流动性阶段性紧张和政策的空窗期叠加阶段 俗称五绝六穷 因此导致了所谓的世界杯魔咒 虽然说这些大魔咒由来已久啊 但是咱们自己熬夜追求赛 分散了注意力 疏于观察股市 就不要随便让世界杯来背锅咯 毕竟决定市场走势的因素早就在那摆着了 话说呢 这一届的世界杯啊 光是门票 中国球迷就买走了将近四万张啊 在全球排到了第九位 我们就是人多 看来啊 这俄罗斯的世界杯除了中国足球队没去 其他都去了哈 虽然说我们中国国足没有机会上场 没关系啊 代替我们出征战斗的民族小英雄 可是小龙虾 那据说呢 湖北市派出了十万只的小龙虾 出征俄罗斯 各种口味 任君挑选 说到这儿 这个口水都要流了哈 那我呢 就不出国征战了啊 在家吃着小龙虾 顺便抱着A股 看个球 也是很爽的嘛 另外还可以看到我最喜欢的梅西 我们一起给世界杯加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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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